等待了15年 台湾最具代表性观光景点之一 阿里山森林铁路小火车 预计在7月全线通车 阿里山森林铁路是在2009年莫拉克风灾 造成全线中断 原本有机会在2015年通车 没想到当年10月杜鹃台风来袭 再度造成其中一段42号隧道崩塌 这一拖又等了9年 阿里山林铁文资处表示 4月29号起就已经开始进行路线运转测试 从嘉义北门车站前往阿里山车站 停靠沿线各站 行驶时间大约4小时 估计到5月底前 能够完成12天的试运转作业 到时再报警交通部检查 以7月1号全线通车为目标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